赛文爷爷 赛文爷爷不好了 出大事了 赛罗爸爸被黄瓜怪打败了 还中了黑暗魔法变成了一个三头怪物 你赶紧去看看吧 他现在有危险需要你的帮助 赛文爷爷你在家吗 哎呀 你怎么还在睡觉啊 快醒醒吧 出啥事了啊 小赛罗 慌慌张张的能不能像我一样 淡定一点 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知道吗 赛文爷爷不能等了 赛罗爸爸开着挖掘机 准备带我去沙滩挖沙子玩 可是走到半路上却突然冲出来一个黄瓜人 他扔出来一辆翻斗车砸坏了挖掘机 赛罗爸爸也被他吸走了能量 倒下了 我是回来找你去帮忙的 你的赛罗爸爸这么厉害 居然会被一个怪物吸走了能量 到底是什么样的黄瓜人居然有这么大的奔定 看来这件事情不简单啊 小赛罗你待在家里别出门 我现在就开消防车过去帮助你的爸爸 赛文交代完之后立刻转身跑下楼 开着消防车就出发了 来啦来啦 小风车来啦 大家请让开 它跑得快 哇呜哇呜 小风车灭火 不怕不退缩任务交给我 没一会儿消防车就看到了远处的火光 它立刻开车过去靠近着火的工程车开始灭火救援 八分钟之后大火才被扑灭 赛文立刻下车去查看 简直是太过分了 这么大一辆翻斗车居然砸到了挖掘机 看来这个怪物力气还不小呀 哎呀 赛罗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头上怎么还长出来了三个头啊 太奇怪了 你没事吧 我来帮你呢 赛文老爸 快帮帮我呀 这个黄瓜怪太强大了 它不仅吸光了我的能量 还在我身上注入了一种可怕的病毒 如果得不到这几种能量 补充我就会消失的 赛罗你别怕 我会想办法让你恢复正常的 黑暗无法打败光明的 我现在给医生打电话 让他们感觉过来带你去治疗 你要坚持住呀 我现在去找这个黄瓜怪把解药拿回来 你要等我回来呀 为了拯救赛罗 赛文吉匆匆地跑出去 开着消防车就要找黄瓜怪 车辆刚起动没多远 就看到了一辆铲车拦住了去路 赛文下车才发现里面站着的 就是黄瓜怪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黄瓜怪 赶紧把赛罗的解药交出来 不然我今天不会放过你的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赛文这个老头子 就你这样还想来拯救赛罗 简直是痴心妄想 你这个臭怪兽快交出来解药 赛罗可是光之国的大英雄啊 你不能这样对待他 你在做梦 赛罗中了我的黑暗病毒 现在只有这几种能量才能拯救他 可是现在没有人相信光了 你永远也得不到的 你就看着赛罗受尽磨难吧 太可恶了 这个黄瓜怪肯定是骗人的 我现在太老了追不上他了 难道真的没有这几种能量了吗 我该拿什么来拯救赛罗呀 我还不想失去他 大家快看呀 奥特消防队在矿山灭火救援的时候 被怪兽埋伏了 他们不仅被吸走了能量 还被抛弃在了山区里面 怪兽用燃烧的大翻斗车 把他们围了起来 根本就没人愿意再帮助他们了 你们都不要可怜他们 不要帮助他们 更不要给他们点 不然等他们恢复了 就陪你玩不陪我玩了 直到这天蜘蛛侠带着小赛罗 一起骑电动车找到了他们 当看到眼前这一幕 他们都被惊呆了 我的天哪 这不是奥特消防队吗 怎么全都躺在地上了 后面还有这么多的工程车 燃起了大火 这个样子看起来真的太可怕了 赛罗你们怎么样了 都没事吧 小赛罗快过来 你的爸爸他们就在这里 蜘蛛侠叔叔 我不会是眼花了吧 为什么赛罗爸爸还有消防员叔叔们都躺在地上了呢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他们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好可怜 一点点的能量都没有了 赛罗爸爸 笛家叔叔你们快点起来啊 小赛罗你们别哭了 是怪兽偷袭了我们吸走了所有的光合能量 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了 我们就像是被丢弃的小狗一样 你们还是快走吧 要是怪兽回来了可就麻烦了呀 笛家你们现在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有办法能够克服困难的 虽然我们无法与怪兽对抗 但是我知道雷欧前辈就在这附近 他会有办法拯救大家的 小赛罗 你赶紧去把雷欧前辈找来吧 现在只有他才能帮助奥特消防队了 真的可以吗 蜘蛛侠叔叔 那你们可一定要坚持住呀 赛罗爸爸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找人来拯救大家的 等我的好消息吧 小赛罗急匆匆地跑出去寻找救援了 跑了好久 终于在发电站附近看到了正在休息的雷欧 雷欧爷爷不好了 出大事了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这下大家有救了 出什么事了呀 小赛罗 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谁遇到困难了吗 雷欧爷爷 赛罗爸爸和笛家叔叔 他们去灭火救援的时候 中了埋伏 他们所有人的光和能量都被怪兽吸走了 现在他们被困在了工程车的陷阱里面出不来了 很痛苦 现在只有你能帮助大家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你说什么小赛罗 奥特消防队全都被困住了 怎么会这样啊 他们可是光之国最厉害的奥特战士了 难道最近没有人支持他们了吗 大事不妙 赶紧上车 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是什么情况 雷欧开着消防车 带着小赛罗 就一起往事故现场打了过去 大家请让开 他跑得快 哇哦哇哦消防车灭火 不怕不退缩任务交给我 他们一路飞奔 终于来到了工程车陷阱旁边 雷欧想要用消防车将燃烧的火扑灭 可是由于这里的黑暗能量太强大了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于是雷欧立刻下车去查看被困人员的情况 我不会是眼花了吧 这么多的工程车怎么全都在这里啊 没想到光之国的大英雄们全都倒下了 看来这里的怪兽不简单啊 大家一定要小心 雷欧爷爷 你看爸爸他们多可怜啊 你见多识广 肯定有办法能够帮助大家恢复正常的对吗 赶紧告诉我吧 我一定会帮助爸爸他们的 小赛罗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由于地球上相信光的小伙伴们在逐渐减少 现在赛罗他们的能量 也越来越少了 唯一帮助他们的办法就是 重新找到那些失去的能量 而能做到这一切的或许只有你们了 小赛罗你赶紧过来啊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听说只要跳大家喜欢的科目三舞蹈 就能吸引注意力 有人看到我们就会知道赛罗他们遇到了困难 肯定会有人伸出援手帮助大家的 咱们赶紧试试吧 小赛罗和蜘蛛侠一起跳起了舞蹈 想要找回赛罗他们失去的能量 我们心跳我们人 就找我们人心 有花是 这道街 他们一直不停地跳舞 天空突然出现了奇怪的雷震雨 随后赛罗他们身上 散发出来爱的光芒 没想到黑暗真的被聚散 他们全都恢复了光明 这个感觉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雷欧师傅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 谢谢你们的帮助 赛罗这一切都是 小赛罗他们不懈努力的结果 是相信光的小伙伴们救了你们 赛罗爸爸你们能够恢复正常 真的太好了 刚才我都不知道该这么办了 多亏了雷欧爷爷 谢谢你们拯救了奥特消防队 我们以后会更加努力的 保护大家的安全的